不会自行练习 反正初始值加条件 加那个步进 就得以加的 可能要加一下 再来就是植数练习 植数判断的话 就是我刚刚讲的 假如说我执行了之后 我希望让使用者输入一个整数 比如说我输入多少 输入17 是不是植数呢 1 好像其他能整数吗 3 不行 Enter 是不是植数 4植数 OK 那再来的话 如果今天输入18 1 2 3 3好像就能整数 Enter 它不是植数 应该懂那个植数的 那个逻辑吧 所以我们程式该如何写 第一个 请输入一个整数冒号 所以用input input之后的话 因为input是 一个字串 那你必须把它转换成 int 对不对 所以也许转型 丢给前面一个什么呢 所以丢给一个这个变数 也许我叫plank 那plank的这个变数的话 它接到之后要做什么 就是跑个回圈嘛 那回圈的逻辑就是 1不用嘛 1一定会整出 然后从2开始 一直跑到自己的前面那一个 停下来 所以range吧 对不对 用range range的话从2开始 一直逗点到自己 brank 那看看能不能被整出 那什么叫整出 就是那个person 有没有 person 那个person求余数 余数如果等于0的话 那表示整出嘛 所以如果他person的结果等于0的话 那表示他就不是直数了嘛 对不对 那你就输出什么 他是直数 他不是直数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请各位试一下 这当然也是把前面所学的做一个综合性的复习 回圈加逻辑判断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直数的练习 再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去完成刚刚讲的 就是输入一个值 一个整数 然后呢 让他去判断是否为直数 OK 51不是直数 OK 那好像53应该就是了吧 OK 好53 所以呢 我们第一个 我这边的话 这样写 第一个 我先产生一个变数 变数的话呢 这个result 0的话 0的话意思就是 其实0在那个 那个什么呢 在python里面 实际上也是force VBA里面也是force force的话 你用0 或者你打force也可以啦 force其实就0 那true的话就e哦 可是你想说老师你干嘛 你打0 你打force不是ok吗 比较 不过像我的习惯 我讲过了 因为我比较懒 打0跟打force 好像0比较 比较 0就一个 一个嘛 那force的话打一串 所以我习惯用0来表示force 用1来表示tru OK 所以意思这个realt意思说 它force就是不是的意思 它不是直数 所以当什么情况下会是tru呢 当它整除了 那我就给它等于tru了 所以接下来的话 预设值一个realt等于0 然后呢prompter就是输入一个 一个 请输入一个整数 那比如说我今天输入一个51好了 那经过int 它本来是51的自串 然后经过int的话 才会真的变成那个 一样我前面讲过 把它转成什么 51的整数 然后放到这个prompter这个变数里面 接下来的话for i in range 然后从2 因为1一定整除 所以2开始到51的前一个 所以50 2到50 帮我除除看 所以呢 如果这个prompter它怎么样呢 这个除以这个i的值呢 能够整除的话 等于0 那表示整除 那我就把那个result等于1 表示说被整除了 那等于1的话呢 那表示它就不是值数 所以我底下一个if if result result的话是1的话是true的话 那true到这边的话就不是值数 如果一直跑的话 奇怪都没有被整除了 那它还是保持为0 就是force 那就是 是值数 因为它没有被整除了 OK 大概逻辑是这样 那 大概写法 这样子 那 所以跑完结果就可以看到 不过这里其实还有几个地方 可以再更精简一点点 比如说应该这边放回圈 有没有 其实跑到这边之后呢 后面其实还可以再加一个关键字 叫break 其实人家你不加也没关系 加跟不加最后结果其实差异好像不大 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电脑跑太快 那break意思是什么 因为它已经被整除了啦 那被整除了它就不是值数了 所以后面还要跑吗 后面不用跑了 OK 就跳离了就对 break意思说 其实在VBA里面 就是跳离回圈了 那在那个如果你是坏回圈 那就怎么样 干脆也不用reout的啦 这个直接怎么样 把它注解掉 干脆怎么样 直接输出什么 直接输出它不是值数 把它print 所以如果说这边我把它注解掉 假设我今天更精简 它不是值数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应该 当然我会想说更精简 所以这边的话 干脆就不用等于1了嘛 所以这个也不用了啦 这样就更精简 那反之的话呢就是值数 所以反之剩下一个 所以最后的话就这样 把它这个print 它是值数 当然我们想法是这样 不过你会发现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为什么要加那个 53 enter 它是不是值数 它是值数 是值数OK 可是如果今天 我执行51的话 是不是不是 它会变成这样 它不是值数 虽然它break了 但是它还是会执行 这一行叙述 OK 所以 假如你要更精简的话 那你势必就是在break下面 你还要再加一个叙述 就是跳离了 下面的程式不要继续run了 所以如果说你要能够让它直接跳离 不要执行的话 那在那个VBA里面有一个叙述叫 Is this sub Is this sub就是跳离 到那边不要继续了 或者是说在VBA有go to叙述 go to就是跳到 跳过去了 就跳到底下那一行 但是在python里面怎么办呢 它没有这种叙述 但是它有另外一个 你要整个跳离这个程式的话 你可以引用一个OS的 OS的一个类别 所以这个类别可能要另外impot impot一个OS 那这个类别里面有个方法 叫什么呢 OS 点 你打exit 其实应该底线 不过你打exit应该也会出现 exit 有出来 其实就底线exit 那status你给它补一个0 0的话就是不要return任何东西 0 OK好这样子 那这个叙述其实就是怎么样 就是当它跑到这边呢 下面这一行不要被执行的话 你可以用OS 点底线exit status0 这样子其实呢 也可以 OK 所以特别重要 不过这个部分变成你要多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就是要impot一个OS 要多做一件事情 那因为OS 这个类别必须要额外把它引进来 所以执行一下 刚刚51会错 现在会不会错 试一下51 enter它不是直数 会不会输出直数呢 啊 到这里 啊 还有一个 其实break怎么样 多余了 因为他到break 他就跳过去了 OK 所以有break要拿掉 所以是个break多的 所以变成说不能break 因为break要跳过他了 他就没有了 OK 再一次 OK 所以break要拿掉 51 enter 有没有 不是直数了 啊也不会执行是直数这样 不会多执行一次哦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刚刚的这个 那我有把 刚刚我做的这个 就是不是精简版的部分哦 也把它放在那个云端上 所以第一个版本是这个版本 是会有两个if逻辑判断 那再来的话 精简版会有的使用OS 加底线 Elyse 0 OK 给各位参考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刚刚没有切哦 好 那试一下 这个 就是判断那个 直数部分哦